今年10月9号 A股全线大跌 证券板块尾盘加速跳水 出现了一个放量大跌的行情 那么对于证券板块 今天的下跌怎么看 机会还是风险 哪些是重点 大金融方向还有没有戏 大金融调整了 那到底该如何去参与 但是这些问题 我们在金融方向做一个技术解决 讲之前评论区播报吧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关注 大家看证券板块的找盘是低开 快速冲高一度发红了 那么下午一度也冲了红盘 整体也说证券板块今天冲了两波 但是还是被打下来 尾盘加速下措 今天走出了一个放量大跌 那么怎么理解 前面给大家讲过 一波大涨后出现高位的放量大英镑 那么有两种解读 出货了 还有就是什么 倒拔杨柳式的洗盘动作 如果是倒拔杨柳 洗盘 明天将迎来 反包行情 什么叫反包行情 高开高者的反包 或者低开高者的反包 所以明天的证券板块是决定大盘的关键 明天啊 他如果反包了 暴涨了 那么 A股今天的调整 就已经结束了 要是证券板块再次出现下跌 那么 A股的调整 还将延续 所以明天是非常之关键的 那么我看好他 证券式洗盘的动作 为什么 其实证券 盘中两度想要拉伸 倒盘 这里都对 但是今天的盘面确实很差 除了证券想拉伸之外 还有这个半导体之外 其他板块都不行 所以啊 他被动的被带下来的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资金 借机完成了一个快速洗盘的目的 所以明天是非常之关键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 明天这个位置啊 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五日均加线 那这个位置 如果到了这个点的话 当然是可以考虑博弈 跟踪的后面凑点反弹 就是说啊 反报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证券重点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到证券板块 今天收盘的话 只有 4个票是红盘的 天锋 招商 东方产富 中信证券 好 微问 这几个票就是当下市场 之间关注度最高的 天锋的话 还顶着这个掌停板 没有开板 对不对 他成为了板块 当之无愧的 龙头 还有 招商啊 招商今天走出了一个什么 大震荡 整体来说表现很强势 我们可以看到招商证券 变成了今天日内的老欧 还有就是这个什么东方财富 东方财富的话也是走出了一个 冲高回落的行情 盘中一度去是吧 下去冲板 但是啊 没冲上去啊 走出一个大长巷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就中信证券啊 也是属于一个什么大的震荡 包括这个国海证券啊 今天也顶不住了 出现一个尾盘的 跳水式的撒跌 那么明天的看点就是 天锋能不能再次出现涨停 国海能否出现强势反暴 还有 这个招商证券会不会 借机上位成为新的领头羊 所以明天重点就是在这几个票里面 就是啊 天锋招商 东方财富 还有包括国海这几个票里面 那么有人会说了 那后边大跌了怎么办 你看今天有多只票跌停呢 对不对 那这跌停的票怎么办 朋友们啊 不要慌 不要怕 正确 这一波进攻 非常强劲 那么 我觉得快速的调整 快速的洗盘后 你让人会有机会再次上涨 所以啊 后面啊 大家要注意的细节 借这一波洗盘 借这一波调整 完成什么 完成头部券商的布局 完成核心个股的布局 什么意思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尤其是昨天啊 证券板块出现这个 也是出现全线涨停 我跟大家说过 后排跟风的要小心了 不要轻易的再去接了 不要轻易的再去顶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把仓位慢慢的空出来 或者怎么样 空出来就是干这些前排的 还记得吧 昨天我跟大家重点讲过 昨天我跟他说过啊 就是是吧 一些后排的你 不要去追不去接的去追的 可以考虑一些什么 补涨性质的 补涨性质的 比如说这个像什么什么招商 像这个生发横元 所以在操作买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那目前市场 人际最旺的这个几个品种 已经很明确了 所以 大家要盯紧的盯死了他就行了 好 那我们看啊 证券板块 今天是尾盘跳水杀 我觉得他喜盘的动作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或者说他借机完成一个快速的 一个什么 一个筹码的转换 那除了证券之外 金融方向还有谁 多元金融 互联网金融 大家看多元金融今天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 什么 一个一个压盘 对不对 他走势就是属于爪盘就跳下来了 那么这种方向的话 也是需要注意的 前面也跟大家说过 一般情况下 金融板块爆发的话 多元金融他的走势反而比证券更强 什么意思 就是个别的票 他的走势更强 他因为是盘子比较小 容易出现暴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多元金融的话 在今天出现颠覆6个多点 整体颠覆在所有板块里面不算多的 那么多元金融的话 今天有要三四四个派是红盘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 市场的核心 焦点重点已经很明确了 比如说 中良资本在今天就赢得来一个7百万走势 放量了 还有包括人动控股也是持续上涨 还有包括五矿资本 对不对 五矿资本 那么还有拉卡拉 从现在的行情来看就是 核心龙头一个是中良资本 一个是什么 五矿资本 所以这两个票 要决什么要决生死了 要决定他们的地位了 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从市场反应来看 每一波的行情当中 龙头股 一般都要翻几倍的 所以现在你看 中良资本它现在是7个板翻了一倍 还有这个五矿资本 它也是什么也是7个板也翻了一倍 所以最终谁会胜出 那就要看明天后天净分享了 朋友们 多元金融大家是一定要盯紧的 一定要注意的 像这种核心品种 大家是可以看 盯视的 那有人会说 哎呀 这些太高了 太贵了 我不敢去 太高了 我不敢去怎么办 那么也可以考虑 后排这些调整的 就比如说有些这两千 调整比较充分的 那么这些产品的话 它肯定会有一些低开的 一旦这个市场转转的话 你还有可能操到什么 你还有可能操到一个大底 操到一个什么大长腿 但是 从短线的博弈来看 技术方面来看 毫无疑问 我觉得短线去若留强 把强势的盯进了是最佳选择 好 还有就是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的话 也是这段时间市场的一个核心 品种 是最强的一个点 大概互联网金融的话 今天尾巴跳水 跌了6多月 这个方向是什么 是重中之重 什么意思 大家看这里 互联网金融的话 今天多支票 还是涨停的 涨到4厘米的 所以这才是我们 需要注意的核心方向 也就是说这个方向的话 最容易给大家吃肉 2015年 那一波流失的时候 互联网金融就是主角 当时找最多的一个票 大家知道涨到什么 30倍 就是说那时候的龙头票涨到30倍 互联网就在互联网金融方向 所以我们的互联网金融 这一波的话 很有可能也诞生出超级牛股 让我们看 今天有多支票涨到20里面 像一方远见这些 都还是涨到20里面 任何 还有包括这个法本 对不对 这些多数长20里面 明天后天的话 将决定 龙头了 其实龙头已经很明确了 你看看这里 言之节 对吧 但是言之节的话 短期暴涨后 今天出现什么 出街尾牌的新墙跑 所以明天很关键 明天这些核心龙头票 就面临着新龙头的一个决议 一个不意了 那么从市场反应来看 目前市场风担 最强的就是什么润核软件 那么为什么润核软件或这么强 原来就在于什么 它是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这个华为的核心合作伙伴 所以很多人看好他后期的行情 从技术方面说 互联网金融这个方向 大家一定要盯紧的 包括我们的所谓的一些什么 其他的一些品种 比如说这个 同花顺 东方财富 这些 也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期货概念 什么一些之类的相关的一些品种 另外一个就是银行 银行板块在近期的走势 对不对 非常之让人无语 你看昨天直接被押了 今天是吧 又是一个大跌 银行板块我讲了很多回 讲了很多次 昨天就说过不要再轻易的去接了 不要再轻易的去顶了 银行板块的走势 它前期涨了太多了 那么借机这一波行情 很多人在高位出货了 而且银行板块 把前期持仓最多的是什么 是机构和国家队 所以借这一波行情 它出现了一个压盘 出现一个出货 我觉得很适合 朋友们没有银行的 不要轻易的去参与的 不要轻易的去顶的 从今天银行板块个股来看 接着比较少的是什么 四大行工商农业建设中国银行 电货不大 只得了那么一两个点两三个点 对不对 接着最多的是什么 是郑州银行和宁波银行 这也是近期市场的一个什么 涨了最凶的 比如说郑州银行 这一段时间银行板块的什么 大头大哥 他是属于人气补涨票 还有包括什么 宁波银行也是一样的 包括瑞丰银行 所以我们要做的细节是什么 如果你还想去参与 银行板块博弈的话 那么你就盯紧了像郑州 宁波这种短线资金量放大 也关键位置的一个支撑 这种适合短线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 你去高位博弈银行股 博弈银行股 还不宜去博弈证券股 所以综合整个市场的节奏来看 大金融方向仍然是市场的主角 也就是说 今天的调整 金融方向调整 甚至包括明天早盘的调整 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一个去若留强 抓住核心票的机会 所以想参与 想参与多元金融的 想参与互联网金融的 想参与证券的朋友们 明天很关键 明天的话 如果说盘中出现急跌跳水 出现一个大足度的一个下挫 就是大家抓住核心个股 博弈的时候 一旦你博对了一个大肠腿 那么 上去了 后面接着很有可能再次一定暴涨 这就是大家吃肉吃大肉的阶段 所以朋友们要把握住这个细节 把握住这个重点 对 后面接着 感谢观看